老铁们好 我是中联种科挖掘机公司网友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 ZE75E-10挖掘机的基本配置 及一些基本数据 现在大家跟我走 这就是中联75挖机的英姿 它自重7吨5 斗绒0.3 总长6米149 总宽2米346 总高2米650 缠斗挖掘力56千牛 最大挖掘深度4米046 最大挖掘高度7米03 最大挖掘距离6米119 来现在看一下它的主要配置 它配备了羊马4TV98发动机 发动机采用MP喷射泵 与电控调速器控制燃油喷射 使燃烧更充分 功率46.3千瓦 动力强劲 功率储备足 有自动怠速 及智能动力加强模式 实现燃 省油 高效 环保 ER系统使用的是定制化 低压损 LUDV ER系统 使动作更流畅 ER件都是专业定制的国际品牌 确保ER系统的高效 可靠性 驾驶室采用360度 大面积环绕式玻璃 使视野更开阔 也是多次落雾实验的最终产物 保护人身安全才是王道 配备四台 LED照明灯 四轮一带都是国内一线品牌 特别处为用支撑轮代替拖链轮 两端固定 更加牢固 耐用 标配悬浮式座椅 配备5.7寸彩屏显示器 配置蓝牙传输 USB 立体音响 多出风口空调 提供舒适雨夜的驾程体验 由看总线控制空调收音机 与刮器 使操作更便捷 好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中联T5RG就到此为止 如果有需要随时打电话联系 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问题 如果谁知道答案 评论区写出来 第一名 有礼品相送 今天的问题就是 蝉抖和小臂连接处 前夕片为什么夹在蝉抖外侧 而非夹在蝉抖与小臂之间 抖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小臂之间